大家好,我是智慧引导老师郭群峰 旁边是女儿刘晓继 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题目 就是现代人的年轻人的盲虫 当然也是现代人的盲虫跟随 现在呢,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现在请晓继来说明这个 这些故事 刚好昨天看了一个影片 然后那个影片是有一个国外的 写美食评论餐厅评论的评论家 然后他常常有餐厅邀请他在评论上面留言 然后说他们的餐厅一直放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他从事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 他非常的熟悉 然后后面他最近有一天 之前有一天突发期想要决定做一个实验 就是他要在他家的那个破破旧旧的房子附近的那个地址呢 注册一间餐厅 然后呢,把它放在那个评论的餐厅的那个评选里面 他就开始做了 然后还做了很多食物 自己做的 然后找一些角度 食物看起来就哎呀好好吃啊 他就做一些评论啊 然后看起来很久一回事哦 整个见面都非常的漂亮哦 他又请了一大堆的网军来 隔了好几个月就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说哎呀很好吃啊什么的 没有吃过这么特别的怎么样怎么样的 就非常多的留言 就他邀请网军写的 那个网军他们其中还会写一些小缺点 像是 啊我觉得你们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改进啊 不过我真的觉得啊什么气氛还是很好还是什么 就是在称赞中夹杂的一点挑剔挑剔 这个时候会让整个评价看起来更加的真实 然后慢慢的这一个 然后这间餐厅呢 不存在的餐厅挤入了前100名 挤入了前10名到最后竟然挤进了第一名 可是其实这间餐厅没有任何人去过 然后在最后啊挤进第一名的这一阵子 还有慢慢渐进100名的时候 都不停的有非常多人打电话来预约 但他们在影片上面 在他们的店铺资讯里面 都没有公布地址还是什么东西 就只有预约电话 啊私下是非常隐秘的 很多达官嫌贵呀电影明星啊都去预约 他一律全部都说 而满了啊已经满了 没有办法接受预约 然后最近他已经变第一名 最后呢他又做了一个实验 他想要知道说 那如果真的邀请人进来呢 所以他就邀请了一批人 可是这有规则的 他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间餐厅嘛 所以他就故意把他自己的庭院啊 做了一些摆饰 有模有样都可以丑丑的地方 都用东西遮挡起来了 然后又买了一个微波炉 然后买了很多微波食品 就到时候可以微波又放了音乐 把那微波叮的声音呢削减掉 然后还跟他们说这个 因为怕他们投诉说不好吃什么的 所以他就跟他们说 这个呢是为了感谢顾客这么长久以来的支持 然后刚好邀请一批 呃 免费 免费来体验餐厅 然后就邀请他们进来 进来的时候因为前门啊 破破的 丑丑的 没有那么多心力去处理 他们就请那些人蒙上眼罩 然后从一个区域带到他们这个小院里面 然后跟他们说 因为这是非常隐秘的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行为 然后在影片上看到大家都 实际蒙住眼睛 然后这样子被带进来 进来的时候咧 除了原本他们邀请的这一批真正的客人之外 还有非常非常多他自己 呃 做那个 主办人的亲朋好友 就是他的演员 然后在那边 然后故意就是喝酒啊 干嘛 然后说 啊 这间餐厅我真的来过好多次了 我真的觉得 非常的好吃欸 然后说 这个味道真的是 然后就啊 在那个氛围里面 那些人呢 也开始称赞了 就说 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以后一定也要 也要再来一次 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啦 然后什么的 然后就被画上完美的据点 其实 他们吃的全部都是微波食品 而且这一间店 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没有人真正来吃过 除了他们 好 结束了 这是那个人做的一个 第一个实验 第二个实验也非常非常的绝 第二个实验是呢 他走去一个地 他走去一个很便宜的一个商店里面 然后那是他一个人的自创品牌 然后那个品牌呢也不贵 好像一件牛仔裤也就几百块 我不知道美元是怎么样 反正好像25块是几 对 不贵的价格 然后他就订了那个牛仔裤 衣服什么什么的 然后举办了一个自己的品牌 故意的 然后做了一个名片 看起来很高级哦 然后他又给自己一个名号 然后首席设计师 然后故意去把那个裤子 这样剪来剪去 很简单有造型 又邀请了一堆人 然后打光啊 干嘛化妆呀 把那个衣服穿得很 很 感觉很有质感 很像大品牌的东西 很像那个海报上还是明星会穿的东西 他就这样做 做了之后咧 他就挑战 他可不可以用着这一批货 进军那个国外的时尚时装秀 结果咧没想到他真的进去了 而且他就是在那边 然后就给了门口一下名片 然后就讲几句话 五分钟不到就让他进去了 因为他自己 在那环境里面他有一个自信 他又很敢讲 要进去 进去之后咧 他又跟那些人啊 那些非常优秀的那个设计师啊 那些给他名片 哦啊 那种常常会交际嘛 给名片给名片 他讲你好你好 干嘛的 大家都非常非常对他非常的欢迎 然后咧 还给他邀请晚上的一些特殊 他们私下的那些会 那个鸡尾酒啊 还是什么的酒会啊 什么邀请他去 他都认识了很多 那些设计师的正商名流 然后咧 他们都对他称赞有加 还有很多明星就是 啊我穿他的衣服 然后称赞就 哇天哪 好好穿哦 这个质感 哦 那种弹性 然后看起来穿得很Fashion 还是怎么样 哦 又好穿又好看 其实呢 那个就只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自创品牌 然后大家听都没听过的名字 他在Google上面找都找不到 然后就这样子他进军了 然后就是还给他们就是门票什么的 他就是算成功了一件事情 嗯好 大家分享到这里 所以听了这几个故事 好 那大家都应该有认识了 就是 我再补充一下 好好来你说 好 我再补充一下 最后咧 这个作者 这个主导这个的人 他就回去那家商店 然后给他看这些影片 就是说 哎呦 他的服装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什么什么的 然后结语就是说 他们知道说 原来行销这么的重要 原来自媒体这么的重要 比起你产品的本身 其他的渲染力 语言能力 然后整个营造出来的氛围 原来比产品本身的价值 更能够提高更大的价值 你用人本身 可能原本的价值 有了自媒体 有了那些营销 有了那些手段 竟然可以升到 10倍 20倍 30倍 几百倍 因为那个有些大户人家 那一种衣服 可能都上万块了 他从几百块 几十块 跳到那个价格 好 对 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现实 这个世代的潮流里面 有许多的需要 媒体 需要报纸 电视 然后在网络 各种的媒体的这些的 渲染之下 结果呢 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而是呢 有名的 可是呢 很很这个低劣的 的产品 或者低劣水准的作品 竟然可以摇升一变 变成世界名流 那这种事情 实在是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个没见识的人 容易呢 被 被诱导 那 这样的结果 这个时代呢 就变成真假 难分 好坏呢 好像没有区别 这是非常可怕的 比如说吧 一些的 在电视里面已经很多年了 因为我是书法家 我来讲书法的事情 有一些的书法才刚学习不久 而且才入门不怎么样 虽然 他呢 他只要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讲话美美的 然后呢 书法看起来有没有一样 其实是一个初学者而已 写的 写的字呢 哦 这样子表演 结果竟然啊 在报纸电视上称他 哦 书法老师 其实他没有资格 书法大师实在是太过分了 那这样的结果呢 竟然一些 书法很弱的 的人变成大师级 哦 然后呢 书法不怎么样的人被称为老师 哦 甚至被称为大师 所以这个是这个世界变成颠倒了 变成呢 啊 一窝窝的时代啊 在这个一窝窝的时代里面啊 哎 大家呢 的判 的判断力啊 变成非常的低劣 啊 这个社会变成一个 啊 很没 没有低属的社会 啊 没有见识能力 啊 没有这个见识能力 那我们在网路上 哦 你看到有一些人 写书法不怎么样呢 就称为哦 这个称为哦 这是啊 哎 这个称为啊 这一笔啊 一笔就能够呃 就能够呃 天心下第一啊 最好的最漂亮的书法 其实啊 这程度啊 如果去比赛是没办法入选的 哦 我去称为啊 是什么 这个 也就是 采判竟然是一般人当采判 那网路上许多的评语 是什么 就是 把很好的呢 哎 啊 好极乐的作品没有被称赞 可是呢 很差的平凡的作品呢 被称赞到极点 这种的事情是因为什么 人与亦云 然后谁当采判 竟然是一般的人民 那一般的人民没有眼光啊 怎么会能够来说评判呢 哦 所以呢 变成一个这个社会 变成一个很奇特的社会 哦 啊 就是所以刚才这个些 小记讲的这三个故事 就让我们完全的明白 这个哦 两个故事不止吧 哦 那我们这个 这些的故事 让我们真的清醒过来啊 我们 这个社会是炒作吗 炒作比什么都重要吗 那我们这个社会不就是变成一个 草莽社会跟堕落的社会吗 啊 那我们变成没水准的人在引导社会吗 所以我们真的要 醒过来 好好的跟随啊 高人 有明亮 什么是明师 明亮 的老师 明亮啊 不是有名的老师 我们一定要回归到正常的社会 我们才不会啊 因为被划纵取从的媒体所引诱 所迷惑 然后呢走到一个 一个 这个外路上去 然后学习啊 没有效果 见识呢 浅薄啊 粗略 而且啊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 完全的走到一个臭谬的路上去 好 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再看一会儿 我们在这里